好 最近在这个中心大学里面呢 校园出现了长长的人龙 大家都在排队 在排什么呢 在排美食吗 不是 大家在排停车位 特别是中午大太阳底下呢 我们看到人龙绵延500公尺 这一排至少一个小时 又苦又累 你们学生各个怨声载道 而消防则解释很抱歉 这是因为今年电脑系统出了问题 只好恢复用人工来登记 大排长龙 这些人是在排什么呢 不是抢什么好吃的 也不是抢什么好康的 他们要抢的是学校的停车位 在干嘛 未来的停车位可苦了这些学生 不管是骑机车的还是骑单车的 想卡到好位子就是要抢快 偏偏登记时段是大中午 这个撑伞那个也撑伞 就怕晒昏了 还有人排队排到脚酸了 只好蹲在地上 有不少人单车牵着就来排队 常常人龙名言500公尺 学生们一口同声的说 真是又苦又热 真的很麻烦 很热啊 然后就排一堆人 然后有些人游客的话 没办法排队站位置就很麻烦 昨天就是排很久这样子 而且他还心里就是一个小时的范围 所以有点不太够 中兴大学的住宿南大生 为了登记车位 怎么排队排得这么夸张 原来是去年开始采电脑登记 但是今年电脑系统出了问题 只要恢复人工登记 再加上以前是一人可以同时申请 机车证和单车证 今年变成二选一 学生的预期心里是怕抢不到 理想的停车位 才会爆发排队人潮 目前大概约有2000位置 但是我们宿舍的住宿生也有2000人 那在往年申请一人两证上面 导致很多候补的 或是后来新生才买的脚踏车或机车 要停放的时候 宿舍是没有车位提供给他们的 大太阳下苦想停车位 学生抱怨一个接一个 校方一边道歉一边保证 明年会回到电脑系统申请 不让学生再受排队之苦 中文台中采访报道 明年会回到电脑系统申请